在森林中向上仰望,层层叠叠,密集交织的枝叶,宛如生命的道路。 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,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。 在雨林中,不到20%的高大桥木,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。 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%的植物物种。 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,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。 即使在北回归县以南的热带地区,也只有2%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。 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与热带雨林灵贯层上。 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,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和作用能力, 和快速地向上生长能力,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。 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和阳光。 湿润的印度洋气流为这片雨林带来了丰沛的雨水, 森林也变得热闹起来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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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森林有维腾火滴风起来。 森林也变成入了骨葱。 森林有维祖风公寄了运 verz。 森林也变得热闹起来。 雨水过后 拥有充足水分的植物们 便开始了下一代的繁衍 这个像降落伞一样 降落的是望天树的果实 螺旋式的降落有助于保护种子 不被摔伤 即使从高达25层楼高的地方落下 它也能缓缓地降落在地面上 望天树的种子成熟后 从高处散落在长满植物的林地上 只需要一至四天便可发芽 但是生存是残酷的 平均每两万粒种子之中 只有一粒能幸运地长大成才 这样的幸运 离不开其他物种的帮助 这群小小的蚂蚁疏松了土壤 带来养分 使种子发芽 分裂出根须 枝叶 向上生长 高可望天的大树 和一群微不足道的蚂蚁 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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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